第652章 五元涅槃节 细微的裂纹飞快地在林甲之上蔓延开来,气上轻光尽数暗淡,细微的碎片不断地飘落而下,而后被周围那种可怕的压力生生地压成坟墨。 林冻望着身体之上迅速崩裂的林甲,虽说脸庞上有些凝重,但却并没有什么惊慌,周围的压力虽然恐怖,但也并没有把他逼到毫无退路的地步。 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压力究竟能有多恐怖? 林冻咧嘴一笑,卷起身体猛的一阵,顿时那层林甲便是哗啦啦的尽数脱落,最后化为粉末消散而去。 而随着林甲的散去那种可怕的压力,几乎是在千刻间进水地倾泻着林冻的身体,当即其身体表面便是被压出了一些四目的血痕。 而就在那些可怕的压力疯狂倾泻时,一股股诡异的黑芒也是开始一丝丝地从林冻体内渗透出来,最后直接是化为一个黑色光膜,将他的身体进出笼罩。 光膜之上有着无数细小的黑洞缓慢旋转,一股股吞噬之力散发而开。 大口大口的吞噬着,周围那些浓郁的涅槃精气,以及那种无形的压力。 显然,面对着这种可吞纳天地万物的霸道吞噬之力,就算是这丹河之地的压力也是无法抗衡。 浑厚的涅槃精气伴随着压力,源源不断地涌入林冻体内。 而自这种蛮横的吞噬下,周围的金色光芒,也是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逐渐地缩小。 同时,那从林冻体内蔓延而出的气息也是越发地强大。 在林冻彻底地解决了体内麻烦之后,这外部的压力显然并不能与他造成太大的困扰。 按照这种速度,这片涅槃精气显然将会彻底地被林冻所吞噬。 吞噬祖父的霸道之处也是再度显露无遗。 时间在黑暗的丹河之底迅速地流逝,金色光芒倒是越来越暗淡。 同时间,林冻周身的温度也是隐隐间地攀升起来,冰凉的河水都是咕噜噜地泛起了水泡。 水泡翻涌,那在林冻体内弥漫开来的原理波动,也是突然间变得狂暴起来。 一波波涟漪不断地从林冻体内扩散出来,最后波及到遥远之处,方才徐徐消散。 看得出来,林冻此刻体内的原理正处于一种极端不稳定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正是涅槃节到来的征兆。 借助者丹河灌顶之力,林冻的实力,也终于是再度地有所精进,正式冲击第五次涅槃节。 林冻的身影静静地盘坐于于丹河之底,狂暴的原理从其体内喷涌出来,连那股可怕的压力都是被生生地冲散而去。 一片真宫地带,在林冻周身树丈范围形成。 终于来了吗? 在林冻皮肤呈现赤红时,她的双目也是微微睁开,眼中略过一抹如是重浮一般的狂喜之色。 这一天,她可是等待了不少的时间了。 第五次涅槃节对于很多涅槃境强者而言都并不轻松,但以如今林冻的肉体强悍程度,却并不会有着多少的惧怕。 青天化龙爵不仅令得林冻的肉体外部强悍,甚至连身体内部都远比同等级的强者更为坚韧。 因此,这种由内而生的涅槃节对林冻而言所产生的威胁,反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既然来了,那就让我来试试,这第五次涅槃节究竟有何强悍之处? 林冻嘴角一掀,双手结印,双目再度地紧闭而上。 紧接着,一股惊人的热浪突然从其体内席卷而开,而后带着哗啦啦的水浪声,疯狂地对着四面八方满烟而去。 狂暴的原理疯狂地从林冻体内炸开,蒸周围的河水炸得震荡不堪,而反观他的身体却在那浪潮之中纹丝不动,犹如老树盘根。 显然,林冻的第五次涅槃节已是正式来临。 在丹河之底因为林冻的渡疾而显得有些天翻地覆时,那丹河河面之上却依然是风平浪静,偶尔有着浪潮翻涌而过,带起漫天涅槃之气涌动。 丹河的周围各处平台上几乎是站满了人影,林冻进入丹河之底已经有十一天时间了,而这消息也是在短短数日之内传遍了整个道宗。 一番骚动自然是无可避免。 在道宗之内每年都会有一些优秀的弟子接受丹河灌顶,不过其中在丹河内坚持得最久的也不过是八天的时间而已,而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宗派之内年轻一辈的佼佼者,但这一次却是有人生生的在丹河之底压了十一天了。 这个成绩几乎远远地超越了这一届的所有年轻一辈,甚至与您如今道宗之内年轻一辈中最出色的硬笑笑,都是无法与其相比。 而最令的人有些砸舌的是,创造出这般吓然成绩的家伙,竟然只是一个刚刚加入道宗的新弟子。 这种消息的传播而开,无疑是引得四殿都是骚动起来,众多弟子都是闻风而来,想要一窥究竟。 而这也是导致荒店这几日格外热闹的主要原因。 在距丹河最近的一处平台之上,人影绰绰,而其中又是形成了四个敬畏分明的圈子。 而在那四个圈子的守卫处,皆是有着一道身影,傲然而立。 周围一心目光不断地,在四道身影之上来回扫视着,目光中不乏敬畏之意,因为这四个人正是荒店这一届最出色的四大亲传弟子。 在那最右处是一名身材格外壮术的男子,男子一身灰衣,脸庞紧绷,不苟言笑。 粗大的双臂显得格外的长,犹如猿猴一般,散发着一种惊人的力量之感。 而此人便是荒店的大师兄,庞统。 靠近此人的圈子守卫,身材与其截然相反,一股瘦小之壮,双眼炯炯永神,偶尔闪过的精芒有些字幕。 虽说在他的身后,有着庶民高大的荒店弟子跟随,但那种气势却是远远不及他,而他正是荒店二师兄,宋周。 再幼着的男子一身暗红衣衫,脸色冷漠,他双臂抱胸,目光冰冷地盯着远处的丹河,眼神略有不善。 而在他的身旁则扇着面色有些尴尬的同春,他看着面前的人影,一副愈言愈止的模样。 没出息的东西,到手的丹河关顶的机会都能给溜了,而且还会被一个西人打败,真是丢脸。 红衫男子瞥了他一眼,冷声赤道。 蒋浩大哥,那灵动身手机器不凡,绝对不是寻常弟子可比的,我输给他也不远,你也消消气。 同川苦笑道。 我自有分寸,不用你教。 哼,他能耐或许的确不浅,不过我蒋浩的人可没那么好欺压。 我倒是想要看看,这年头的秦人究竟能坐到什么地方去,竟然连师兄都没谦让尊重的意思。 蒋浩淡淡地道,文言同川只能苦笑摇头。 蒋浩的货短在荒殿是出了名的,而且现在临动搞的事情太大,显然他们这些荒殿坐镇的亲传弟子也是有点耐不住性子了。 嘿,蒋师兄,这新人可是有些不同凡响,单喝至底坚持十一天的时间,恐怕连现在的你我都是有些困难。 你要出头,可别要踢到铁板了。 在那最左侧,一名白衣青年,青年年龄大约是在四人之中最年轻的,模样俊逸。 但那从其体内散发而出的强大波动,却是丝毫不比先前三人弱上多少。 而他便是荒殿四师兄,方云,亦是四大亲传弟子中最为年轻者,但其天赋潜力却是极为的强悍。 仅仅进入荒殿两年,便是达到了与庞同那些老派弟子相同的程度。 哼,究竟有没有能耐,要试过才知道,可不是靠嘴皮子。 蒋浩看了方云一眼,道, 没想到,连闭关的你们都会被吸引过来,看来对于这林董,你们也挺重视的。 哈哈,能够在丹河灌顶的时候坚持十一天,这可不得不重视,说不定今年大荒无惊的争夺者又得多一个人了。 方云笑了笑,玄机目光望向那平静的丹河,喃喃道,当年的周通前辈,也不过才坚持了十二天时间呢。 蒋浩眼神微微一缩,不再说话,只是那眼神却是逐渐的凝重起来。 在丹河周围一片热闹时,那远处的一座山峰上,突然也是有着破风声响起,而后两道倩影飘然而落,落至一棵巨树上,虚高临下地望着远处的丹河。 看着两女的容貌,赫然便是那位天殿大师姐,硬笑笑,以及硬欢欢。 那家伙竟然还没出来? 硬欢欢妙目盯着丹河,忍不住地抿了抿红唇,幸幸地道。 难道那家伙还真能达到周通前辈的成绩不成? 怎么可能啊?这什么世道呀?那个家伙怎么能跟周通前辈比? 他今日不出来,那还倒好,那再怎么说,他的成绩也只能和周通前辈相等。 硬笑笑御手握着青色长剑,轻声道。 硬欢欢文言愣了一下,拳绩便是明白过来。 坚持到这个时候,显然临栋的目标和那位周通前辈一样, 都是想要将丹河之底的涅槃精气吸收殆尽。 而如果临栋在这个时候出现的话,那就是说, 他仅仅只要了十一天的时间,就吸收完了丹河下面的涅槃精气。 而当年的周通前辈却是需要了十二天时间。 那也就是说,临栋的成绩将会比那位在很多荒店弟子心中如同神命一般存在的更为恐怖。 一想到此,就连硬欢欢被吃都是忍不住的紧咬着红唇。 他实在是有些无法想象,那个被他教训过自以为是的家伙,竟然能够超越他心中的偶像。 那还是继续缩着吧。 应欢欢,眼睛转了转,嘀咕道。 应笑笑无奈地看了他一眼,刚欲说话,其神情猛然一变,豁然转向丹河处。 那里平静的湖面,突然开始沸腾起来,依照到惊人的原力波动,暴冲而出。 事情恐怕无法跟你想象的一样了。 望着突然间沸腾起来的丹河,硬笑笑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任由纳斯冰凉进入心脾,然后轻声喃喃。 无动静